好 11点15分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天气炎热 这南台湾早上温度破32度 不过高雄有一个地方居然要穿上大衣 这是在博尔的冰雪乐园 超过千块冰块零下了低温 所以很多人一早就带着小朋友来玩雪来消暑气 现场最近状况联系给记者李戴娟 今天在外面是大太阳 可是你看到我现在的地方 在高雄的博尔这里居然是有冰屋 而且你可以坐在这个冰屋里面之外 一到外面是零下10度左右的一个温度 也因此在今天一早就有好多的民众来这个地方消暑 那么这也很特别 它其实除了冰屋之外 还包括有这个冰块做的 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马车 是你可以坐进到里面的 另外还有这个海盗船 也同样都是用这个整个冰去打造的一个冰雕 那么其实因为在今天高雄的温度 大概是有32度左右 非常的高落体感温度是超过35度的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好热好热 就干脆是带着小朋友 还有跟着朋友一起在今天一早的时候就来这个地方 那你会看到非常的奇怪 也非常的突兀 因为一般我们在今天这个夏天的时候呢 应该是穿着很清凉 但是你可以看到在今天因为这个地方真的是太冷了 所以好多人都必须穿着大衣进来里头 而且你可以注意到呢 其实这个地方它不仅是有着一些冰屋之外 还可以在现场在里头呢 玩这个雪上的一个碰碰船 相当的特别 甚至你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喝这个用冰块 这个去做的一个杯子 里面是有可乐的 那么有不同的体验 那么业者他们其实也讲到说了 因为这个夏天实在是太热了 所以才会有很多人呢 他们想要干脆呢 能不能够在高雄这么热的一个地方呢 在里头居然可以来享受这个有雪地的感觉 也因此也吸引了不少人 尤其在今天这么热的天气 再把金融交换给朋友们